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女士也开始学会了穿衣打扮 伴美自己 曾女士爱证打扮后 夫妻俩开始闹起了矛盾 就是我花钱她舍不得我 她不能理解 她也不会欣赏我 好像对我反感 她说我这个穿起来好像打扮起来是搞虚荣的 那我就不能接受 妻子曾女士来到杭州短短半年多 在丈夫刘先生看来 这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变化大了 她两天功夫花个几千块钱买衣服 再花几千块钱买手机 她一下子变得以前不是这样子 以前很勤劳的 很接近的 刘先生和曾女士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 来到杭州大都市 以前那个穿着钱谱的妻子 半年不到就变了一个人 花钱穿衣打扮大手大脚 刘先生觉得接受不了 她说要活得自我 活得自信 我估计她是虚荣心 更自信一点 不是说想什么虚荣 对 她自己也很节俭 反正对我更加苛果的 她好像侮辱我 她说我穿的衣服是勾引男的 夫妻俩说不到一块续 闹起了分居 曾女士态度很明确 继续这样下去 只有分道扬镳 她能改进错误 我就跟她继续过 她改进不了 我就跟她离婚 面临问题 她跟我离婚一样 靠她自己改变 我不能改变她 我能改变我自己 不能改变她 调解现场 曾女士娓娓道来 徐鹤的穿衣打扮 她的生活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以前从来都没开心过 我都现在敢面对看人了 我以前都不敢看人了 我就封闭了自己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是好像个人家戴坏了 曾女士爱打扮这件事 给她们的生活到底带来了 怎样的影响 为什么因为妻子爱上了穿衣打扮 会让她们的婚姻变得岌岌可危 这场婚姻危机的症结 到底在哪里 又该如何化解呢 调解马上开始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曾女士和刘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白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就是希望我老公能改变错误 改不了我就跟他离婚 我不想离婚 我希望能两个人都改好一点 就是我来韩州的时候啊 我就是买了些衣服啊 他就是说我要虚荣啊 我觉得是有点虚荣了 他老是跟我们吵吵闹闹闹 好像不讲道理一样 除了这个之外 你对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来侮辱我 他说你是勾引男的 他就这样侮辱我 那你觉得呢 这是问题吗 是问题 改我 我肯定要改的 你们两个人是 就长期分居十八年了 他一直在家带小孩的 现在我从五月份开始来韩州了 曾女士说 他和刘先生结婚已经二十年了 以前他都在老家种地带孩子 丈夫在杭州务工 现在孩子大了 他也就在今年五月份 来到丈夫身边一起生活 来到杭州后 曾女士也很快就融入了 大都市的生活 从生活习惯到穿衣打扮 前不久 因为天冷了 他就和小姐妹一起 上街买了几套衣服 没想到因为这事 夫妻俩闹起了矛盾 就是在杭州来的时候 就是没带衣服 就是现实要买衣服嘛 就买了两件衣服 他看到了 就好像回来就是很生气的 我是三千块钱生活费放在那里 他一下子两天把我花完了 前几天不是干不怎么冷嘛 我讲你衣服没带 你去买点衣服 他说好的 还谢谢老公 这次又买了三千块钱生活费 他第一天买回来 这个粉红泥子 我穿起来 我讲 朋友圈里看到 我就蛮漂亮的 他说 老公你也长得帅 我想改变一下我自己 他一直对我就 跟他关心关爱 反正我在家里 他这些都没有 想让他看到你更美丽的一面 对 给我自己看也给他看 跟小姐妹一起去逛街 买了衣服回来 就反正不是很看好 对我说 他说你买了衣服 是不是穿给 穿给别人看 用语言来攻击我 我感觉很相信很难过 反正我就出了 我在晚上回去的时候 我说老婆 我现在可以不要买了 对不对 我在第二天晚上回去一看 马靴 还有什么羽龙服 接连三套 对不对 我生活费一下子 你爸我用了三千块 我就没生活费了 所以我就 三星起来就一时开始骂起来了 他说话都假话 我以前说买便宜的 他也说不好看 这次他说叫我去买 我就死心地买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房子还是刚造了 还欠了人家好几万的 房子还没装修 连房门都没有 还有两个儿子 我其实没买完的 我还在卡里 他就是看到那现金 我问他 他说全没了 你买了多少这一次 买了一件衣服 那个发文标是八百多 他以为我是八百多买的 其实就两百块 你总共买了多少 买了一千多多 我问他三千块钱有没有了 他说没有了 那我怎么知道 那个衣服是多少钱呢 他就是钱看得很重的嘛 你为什么实际上 只花了一千多块钱 你得告诉他三千多买了 他就是在乎钱 我就看他在乎钱 还是在乎我的人 我就这样故意气他的 我买来的还要这样气我 还要说语言攻击我嘛 我就故意去买 再买一点 再后来又买了一千多 第二天买了一千多 我彻底升级了 忽然我就说 你为什么要说这话 我说你把那个男人交出来 我说要不然你今天 要不然跪下跟我认错 我说要不然你今天 这个晚上就不要睡了 后来他没办法跪下了 我骂了之后 我又反悔了 所以他叫我跪下 我跪下认错了 他叫我跪下 你就跪下 这么在乎 对 你真的跪下认错了 他跪的那种不清新嘛 不眼 泽女士 他说了呀 是因为你要他跪 所以他跪了 这表明他在乎你 你刚刚前面一直在说 想看看他到底在乎钱 还是在乎你嘛 那这一下 那你觉得他在乎钱 还是在乎你 他这个事过了 他反正暂时在乎一下 在过后他又又有 所以愿意客气 还是没改 买衣服的事情 以刘先生下跪认错 告一段落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曾女士买了衣服之后 又去做了个发型 结果这件事 又让双方闹了个不愉快 衣服买了嘛 头发也要改一下嘛 你又去做头发了 对 做到头发的时候 你知道 他看到我一个微信嘛 那个男的是理发师嘛 他叫我加微信 我就加了他 加了回来 你知道他怎么说我的 跟人家加男的加微信干嘛 我说加微信是什么啦 我说人家加我 又不是我加他 以前在家里都是那样子 一直都那样子 我说在城里嘛 我说别人都打扮得那么漂亮 我也想改变一下自己 给他看嘛 这次花了多少钱 他说两百 我说嗯两百 其实去了四百 现在跟他说实话 他对我就疼了一次 让他疼 一个头 毕竟一个头对不对 我不在乎了 主要是 这个微信上 难道是这样的回事 我有些手机上 一个短信发来 他就抢去看 这个电话号码是谁 那个电话号码是谁 所以我呢 就是反驳了一下 我知道他不会的 我是故意刁难一下 他不是矛盾吗 他现在知道我 精心事实上是我不会的 还有鱼来攻击我 他不是故意这样搞我 你把这个头发做完以后 你自己满意吗 我满意 我感觉 我感觉活得很轻松 我以前从来都没开心过 我都现在敢面对看人了 我以前都不敢看人了 我就封闭了自己 就关在房间里的 他一下子这样子 这样子搞 我一下子接受不了 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是 好像个人家带坏了 以前都不是这么花了 都是很节约的 就是这次来刺激他下 看他懂不懂得欣赏我 我就这个人感觉不在乎我 我也可以放下了 衣服也买了 发型也做了 可是对于丈夫刘先生的表现 曾女士并不满意 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过来 她那天买完衣服 我骂了她 她说你五天之内 要不把我买个手机 我生活费三千没了 在五天之内买个手机 我到哪去搞钱呢 刘先生很无奈 以前一贯节俭持价的妻子 来到杭州才半年多的时间 就变得如此大手大脚 对于妻子提出 买新手机的要求 刘先生这回 会爽快地答应吗 每次我跟她说话 她都不会满足我 我向她要求 她什么都不会 每次买东西都是贤贵 我说这时候就看你赚钱重要 还是看我能重要 我就是说向她要求 我说给我买个新手机 我尽好手机是没 坏了那个旧手机 如果不买这个手机呢 你会做吗 不买这个手机 我就回老家了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你就是想刺激一下她而已 衣服也买了 头发也做了 你不会这样的消费 一直持续下去 那为什么紧接着 又提出一个买手机呢 因为我手机坏了 她从来都没买过东西送回我 但后来买了手机 她还不是成心的 她还说这个手机这么贵 她买 我买一个 她可以买两个 我说你情形 就别这么说了 她是衣服买了之后 我骂了她以后 她往上 她就起起来 一个包一杯 去赶火车账了 她回老家了 我知道她口袋里 可能没钱了 这么我跟老她 打敌吧 什么东西 路上拉拉车 不要我跟 她踢我 这我好不容易 把她劝回人 她叫我买手机 好 这我第二天的时候 到老板那里 做了一半 可以要生活费了 要了五千 五千拿去 网上陪她买 她你知道她去了 给我拿 最新款的 我都不敢吭声了 她每次的小型 都不难满足 小小的要求 她都不难满足我 一个一个讲 让她先讲 她说我还没把你买 要那个什么 苹果iPhone呢 吭都不敢吭声了 还好 那个边上 有个女的 她说我们普通人 用这个三千的手机 很好很好 所以她才停下来了 最后买了个多少的 最后买了个三千的嘛 你当时心里 她是不玩 叫什么东西 买 我心里 她心都给她痛 我知道 是吗 这个东西 讲了给她买 也没什么痛不痛的 对不对 我既然把五千块钱 要回来了 我就给她买 对不对 你当时是打算 把这五千都花了给她 只要她高兴 我当时是这样子的 三千给她买手机 两千当生活费 对不对 我就拿两百块 还下来的两百块 当生活费 我自己外面吃着放 对不对 破语无奈 新手机还是买了 可是刘先生心里 并不踏实 因为这些事情 夫妻俩常常发生争执 妻子看重的是 丈夫心疼钱 而丈夫考虑的是 经济压力 对于丈夫的说法 妻子当场表示反驳 第一 经济传的压力 曾女士说 靠着手艺 在杭州务工的流心上 月入过万 收入并不低 第二 丈夫口口声声说 心有亏欠 其实很关爱她 曾女士说 过去她在老家 任劳任怨 丈夫刘先生说的 关心和关爱 她一直没有察觉 相反 她看到的 和丈夫刘先生说的 是两回事 她在外面从来都 不会想我 这是说难听的 但也不关心我 也不 就是耳朵乐了 打个电话回家问一下 在儿子妈 反正也很少跟她沟通 在我每次想她的时候 打太阳话她 她都每次都拒绝我 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 她问我有事吗 在我就想想 两夫妻有什么有事 没事都可以聊 她就说有什么说 没事要电话费的 就挂了 十几年都这样 所以这个 她对我很懒目 就是这样 我就感觉这个人 一点都不在乎我 跟她打电话 也就是在乎钱 说也说不上 两句就大声哄我 有时候我说没说两句 我就把她哄 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就不想说了 我说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是 就是气 就每次记得心里很气的 但现在已经 跟一碗水啊 闷出来了 我就要发泄出来了 我现在就是 全部发泄给她 现在 我的心里 掏心掏肺肺 都跟她面前说 她也听不进去 就是也不醒悟 我就跟她 这个人不对劲了 每次打电话 都是各一天 比如各一天打一天 她都是 她急着打过来的 我认为嘛 一家人 你打过来 我打过去 都是一样的 在打的时候 都是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 打一开一打 说不了两句 她就是全部把这个 以前的不愉快的 什么东西 全部唠来唠去 唠来唠去 你想对她 说好话的机会都没有 每次打电话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搞得这么 不愉快 刘先生说 因为过去两个人 长期两地分居 沟通基本上 都是靠电话 电话沟通出现障碍 这也不是 她一个人的事 她不觉得 这是她的错 夫妻俩各职几间 都有自己的说法 曾女士说 那些年 她在家任劳任怨 丈夫刘先生 关注的指示前 没有半点的 关心和体贴 丈夫对她的这种态度 正是她不满的根源 为此 她提到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年 孩子生病了 她希望丈夫 回一趟家来看看 就是我有一次 她回老家 不是到她老家 姐姐家喝喜酒吗 中午后来洗酒 我儿子还生病 在医院里 我打电话 问她吃了饭 回不回来 她说不回来 她说顺便 坐她弟弟的车子 回韩州 后来她想想 不对了 那她回来一下吧 她后来回来的时候 就是在医院门口 看了一下就走了 我那时候最伤心的 难受的那次 她就是好像省钱嘛 就是为了省点钱 顺便说她弟弟车 顺风车去嘛 又方便 对 又省钱 弟弟车子 一起回去 一起回来 对不对 那个事 我是不对 我后面也后悔 小儿子不是吗 小儿子两三岁 三不两天 就是挂盐水 三不两天 就挂盐水 那她是辛苦的 我知道的 刘先生公开认了错 曾女士并不买账 曾女士说 丈夫刘先生 嘴里说得好听 其实过去丈夫做的 让她很是心寒 刘先生常年在外务工 她独自一个人 不仅担起家里 所有的农活 还要照顾好 两个年幼的孩子 年迈多病的婆婆 我还要把她赴水 她妈妈生病 也是我一个人 她老妈不气管炎吗 她每年都是 冬天都是犯病的嘛 每年都要住两三次院 都是我一个人 大小孩还去伺候她 在后来最后一年的时候 她不是严重起来吗 那几个兄弟 自己到家照顾了吗 要能留了吗 我老公就是要叫我 把替他弟弟那饭也接来 她说她一定要 会给你钱的嘛 我说我不在乎钱 我说你在家嘛 你接来 我也可以把你承担嘛 这么她是这样子的 她说这个媳妇好 她喜欢待在这里 她因为她是 必定是 一定是待在这里的 这么能到我弟弟的时候 弟弟们她不是在杭州开店吗 开店走不开了 这我弟弟讲 给钱你要多少给你 帮忙服事一下 我妈妈多跟她说 她说这个媳妇是好 多说好 那好的对人我一个人精彩 对 那这个时候 你对她是什么态 这个时候我说你 好人尽量做到底 对不对 他从这儿子也很简单 没有考虑她的感受 她提出来她承受不了 她的艰难也不想 那时候还一下子 毕竟我老妈 我最孝心的 刘先生承认 妻子为这个家 的确付出了太多 无论是她年迈多病的老母亲 还是对两个年幼的孩子 几乎都是千里付出 她为此十分感激 然而 在生活中 夫妻俩磕磕碰碰的事情 总是在所难免 因为她常年在外打工 夫妻离多俱少 妻子曾女士 对她也充满抱怨 这让她实在无法忍受 过去 她也曾努力 想把事情做得更好 可往往是事与愿违 我不知道在家里 待了一段时间 在江山干活 每天 各一天回家一次 洗一次衣服 她是在家的 那我也是为了 让她高兴一点 对不对 她说我 她说我没把她分担 洗碗什么东西 没照顾小孩了 那我在江山干活 到家里也有一小时 多里路了 那天就是她 她要放洗衣机洗 脏的衣服放洗衣机 我说不能洗的洗衣机 那油漆的衣服 我说那么脏 就手洗嘛 再后来她应了我两句 我都记不起来了 反正也是很伤人的 后来我气了就哭 哭了她也没安慰我 不安慰你 她自己就是铺这个被窝 也不理你 也不安慰你 就是在想到我 没停下来 她就撞墙 使劲地撞 以前不是一次了 以前几年也撞了 就是我有点生气了 哭了她就好像劝不了我 她就自爆 自爆 以前她看到她自爆 我就会拦着她 我说制止她 我现在感觉心淡了 我说看到她撞墙 她自己撞了 我说我生气你都不疼我 我说你还撞墙 你不是 她每次都用这种武器来对付我 每次都没安慰过 我一次都没安慰过 我平静下来 她老是发脾气 闹个不停 我们去安慰她 她手一甩一甩 不让我去安慰 所以我 我说有些人 她是一怕脾气 是这样子的 鼻涕 眼泪 只擦得满地 一房间都是下雪一样的 一晚上闹个不停的 所以我撞墙 就这样子 那你是希望 那个学后她怎么做呢 我一开始 哭的时候她来 执执就好了 其实也很不好的 我尝试过很多次 都很不好 就没拿出 男人的本事出来 还是有冲 那你一二再 在耳上的 夫妻这么多年 你还用这种方法 你觉得 我是吵了架 我三分钟就能回过来的 这里没救了 这人没救了 曾女士脱口而出 她对刘先生的失望 也异于言表 曾女士说 过去她为这个家 倾心付出 如今孩子大了 原本她寄希望于 来到杭州后 夫妻俩可以开始 崭新的生活 可是她的这种愿望 落了空 曾女士说 来到杭州后 她爱穿衣打扮 想融入都市的生活 也是为了 不要像过去那样活着 可是丈夫刘先生 对此不仅不理解 反而是极力反对 这是他们当下 彼此都要面对的问题 刚刚曾女士 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 要活出自我 对 我很没自信 我已经自卑了 这个自我在你看来 是什么样的 自我就是我 就活得开心一点 我就会有自我了 我就会去找工作干 我就会慢慢好起来 我不会什么 好像让我要她一个岗位 要来也没用 她也得不到 她要来的安慰 她手机上 微信上 跟人家聊到宝贝 亲爱的 她跟我聊从来就没有 我跟她聊她是 你知道对方是谁吗 你知道对方是谁吗 对方女的也有 男的照片也有 所以这一点会让你 这是从什么开始 就是买了衣服开始 就是买了衣服 但是我说 这个女的 她这个小姐妹 形容一下 在你看来 她现在变成了一个 什么样的女人 漂亮是漂亮多了 不踏实的 她就感觉到 她心里不踏实 那也有一点 我希望的她 她有些像你们一样 有些说话温柔 变化嘛 比这个不要再 比这个稍微再 朴素一点 我现在也希望她 要不就是跟我一起 在寒州 打拼个一两年 把在华那装修一方 再回老家也可以 她跟我老家 心不甘情不愿的 我也不要她跟我回老家 她就在寒州 我也放她 我也放我自己 就这么简单 曾女士的态度 十分明确 丈夫如果不做出改变 她只有选择 结束这段婚姻 曾女士说 走到这一步 关键还是看 刘先生能否革新观念 那么这场婚姻危机 该如何化解 金牌调解团队的 调解员和观察员们 对此会发表 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我想对这个先生说两句 其实你的妻子 这十几年来 一直是非常好的 为家庭抚养两个孩子 然后照顾你的父母 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那为什么她现在 有这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她说的一点非常好 她要活出自我 她为家庭做牺牲 然后你也为家庭做牺牲 但是她自己喜欢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从来没有得到表达 然后在情感上 又没有得到你的满足 她说了一句话 那你既然不能满足 那我只好满足我自己了 她不想像以前那样依赖你了 不想那样牺牲了 不想那样没有自我了 真的好痛苦好压抑 她想追求跟你一种平等的状态 尤其是她到了杭州 见到那个圈子 见到那个世界 她看到那么多人 都没有为家庭做牺牲 活得非常好 这个东西对她是有刺激的 她想求得你们 夫妻关系的一种平等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不是要去否定她这种平等 而是接受她这种平等的变化 不指责 不否定 不攻击 今天我们在场上听到 曾女士的那一句 如果她再不改的话 我就要跟她离婚 这样的一句 我要跟她离婚 可能是我在金牌调解现场 听到的最多情的一句 我要跟她离婚 因为真的很像一个可爱的女生 很娇称的那种样子 我不知道她的这种 可爱和娇称 究竟刘先生 在你的眼中 你有没有感受到 所以她这是要来跟你离婚吗 所有我们场上的观察员 听到她那样可爱的一句话 都听出了弦外之音 她想干嘛 她就是要使尽浑身的解数来 引起你的关注 得到你的注意 认可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好 她的这样的一句话 背后的用意的话 你可能就会不断地去误解她 然后也会不断地 给自己去制造一些麻烦 虽然说你是有很大的负担 有这个房屋的债务 还有孩子要负担 负担很重 生活必须要一分一分钱 都算着过 对 你已经习惯了那种日子 是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 你已经收入过万了 你的收入在变 消费的方式 一直没有变过 当你的妻子突然间 她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觉得受不了了 你觉得不正常了 然后你开始担心了 对不对 当她开始买衣服的时候 你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花钱呢 你再这样花下去 怎么得了 然后就开始要去说她 是 你现在有债务 有很重的负担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现在有多少人身上 是没有被债务的 买房 谁身上没有个房贷啊 那么是不是有了债了 我们就必须要生活得苦哈哈的 那当下的生活怎么办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过得有滋有味 有情趣呢 这些东西一定是跟钱有关的吗 我想这也是你的妻子 很想找到的 关于生活的乐趣 究竟你妻子想要什么 她是真的想要花钱吗 不是 她是想把日子过得美美的 有些美不一定是要用钱去换的 很有可能只是你 懂得欣赏的一句话 懂得关怀的一句话 或者对她的这种撒娇 稍微包容一点的心态 就可以了 这只会帮你省钱 明白吗 今天我们很多的老师 都在强调一点 说刘先生不懂女人心呢 作为曾女士 您也一点不懂 您身边的这个男人 他的心思 您十八年在家里的时候 独自面对孩子 独自面对他的家人 独自承担这个家庭的所有 十八年 他在另外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高楼云立 那个城市的压力更大 他还要想着家里的孩子 要怎么样给他们挣钱 他要想着如何去赡养他的母亲 他要想着你怎么样给你更好的生活 十八年他在杭州承担的不比你小 那一切都是因为 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男人 他把责任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如果不是这十八年他坚守的责任心 我可以说 坐在你身边的这个男人 他的心早就变了 好好反省一下 您是不是真正的去读懂这个男人 这么多年以来 他表达的那颗心 曾女士 您就像一个刁蛮任性的小公主 一次一次地 去用一些你自己觉得正确无比 得意洋洋的一些方式 去刺激丈夫 验证她的爱 其实每个女人 无论多大年纪 女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公主 都住着一个小女孩 有时候她偶尔地流露出来 会让你显得更加可爱 帅真 但是 如果你去挥霍无度地去 滥用这个形象的话 在我看来叫做不得体 是我直言你的内心世界 稍微单薄了一些 你总是在不断地用钱 用物质 去考验她对你是否深爱 而这种状态 如果总是在不断地呈现 不断地重复 别人会害怕的 会落荒而逃的 会受不了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 恨恨地在说 我的丈夫居然她还会自虐 她又不敢对你下手 她无法去挥起 对你砸下的拳头 她只能转向砸向自己 你无法理解一个男人崩溃 无助 抓狂到什么样的地步 才会去自虐 你要她下跪 她也下跪了 我不认为你这样的一些调教 是明智的 事情都做了 就是讲这个问题 在讲的方面出了问题 两位我都要批评 刘先生 说了很多不尊重的话 这三个字 人家泽女士是说了很多的 泽女士呢 少说了一些话 最缺的是什么话 理解的话 你看到了她对你的小气 其实是对钱的小气 你看到了她 有时候不照顾你 为了省一点钱 半个小时就不好 但是你也应该看到 她也是针对钱 省钱 当然你会很生气 你就说出了那一种话 那钱和我谁重要 关键在这里 你作为妻子 你当然可以说出你 这些委屈的感受 但是你也要去看一看 这个丈夫 他省下这些钱干什么去了 他会不会舍得在自己 他自己身上 什么三五千都花呢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说明 他就是会嫁什么钱 对吧 所以其实你们在讲这个事情 我就在心里的 暗暗地叹息 就是彼此可能都不太懂对方 所以说了不该说的 也少说了该说的 刘先生要是懂自己的气质 人家在家里面一个人 尤其是他的价值 这种感觉不断地下降 来到这个杭州这么大的地方 他站在街头 他心里会感慨 我的青春到哪里去了 我的梦想到哪里去了 我的美到哪里去了 他有感慨 所以你们家的事情 就是不复杂 但是挺磨人的 需要我们在中间来 帮你们传真引线 夫妻俩都没有真正读懂对方 调解员胡建云一语重地 那么这对夫妻之间的矛盾 还有化解的可能吗 调解员胡建云建议 进入密室调解 密室里 曾女士告诉观察员廖喜玉 她过去的付出 现在的爱打扮 其实都是为了 获得丈夫的认可 可是每件事 她都满腹委屈 她每次都说 我做的她都不满 我再做的话她也不满 不满意 就是你是觉得 就是不认可我 对 你觉得这做的再好 她也不认可不表演 对 这就学习 稍个菜都先好吃不好吃 就是都要来我挨子 曾女士说 过去的事情 她可以翻过去这一页 但如果今后丈夫 仍学不会认可 欣赏和尊重她 那么她会觉得 这样的日子 吵吵闹闹过下去 实在是没有意义的 她什么话 最让你伤心的 比如 你为什么划着有多情 划着也是虚弱 是虚弱 夫妻建议也好 家庭矛盾有什么东西 我们就不用草获的方式去好吗 观察员廖喜玉建议曾女士 夫妻相处 沟通是关键 彼此争吵 只会让彼此的心越来越冷 而针对沟通这件事 观察员武昀建议刘先生 遇到妻子不开心的时候 哄一哄 也是乱人心的技巧之一 哄两下 哄不好 对啊 我就不哄了 告诉你 你要好记住 哄两下 她跟我说过 你就哄三下 哄四下 她说你醉 你都不来哄三下 对 所以她既然扶这个三下四下 你就要学会坚持做 我知道你已经没有耐心了 我跟她吵得都没耐心了 好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也不要去做就是相反的事情 比如说激发矛盾 观察员武昀建议刘先生 对妻子多一些耐心 因为耐心也是爱 对于妻子爱打扮这件事 只要经济条件许可 也不要固守着过去的观念不放 更不要用语言去伤害夫妻感情 这边损失了钱 那边呢 吵完闹完又损失了情感 对 你其实亏大了 是亏大 想想后面是亏大了 好 如果钱已经花了 咱们换一个笑脸去欣赏它 去夸赞它 甚至告诉她 在她心情好的时候 告诉她 咱们以后啊 学会规划这种钱 咱们比如说 大部分人安排好 是要还债的 小部分我们拿出来 满足一下 犒劳一下自己 就是让你看到我在乎你 我会爱你 我会和你在一起 观察员武昀的建议 刘先生表示接受 而对于婚姻的最终走向 曾女士并没有明确的答复 那么密室调解之后 两位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她们能莫守言和吗 好的 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今天的调解现场 刚刚在密室 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 曾女士是要出去 然后找洗手间 这个时候我发现 我们的刘先生 非常主动地说 我陪你去吧 这个问一下 曾女士 当时听到这句话 什么感觉 是 以前她都没有这样 今天听到好感动 开心吗 开心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要的 关心 对 刘先生 那句话说出来的一瞬间 怎么想的呀 大家开心了 我今天还要当着全国人民面 向她道歉呢 老婆 我今天向全国人民 向你道歉 这么多年 对你说些那些杂 全国人民不用道歉 对我道歉就好了 对 这么多年在家里辛苦了 谢谢你 那怎么歉 以前对你不好了 对你说些 对你说的那些 有不尊重我的话 再不能说 知道的 我知道的 对你尊重我的话 我也会好好爱你 我也爱你 别吵了 再不会吵了 再多抱你那边 好的 好 那个你们便抱 我们便下班 没关系 我老婆 真的 曾女士和刘先生 离开了调解现场 他们打开了心扉 开始重新审视 他们的未来 显然 他们还需要去学习和成长 特别是对于刘先生来说 需要提醒的是 认可妻子过去 为家庭做出的贡献 就应该接受妻子曾女士 现在对生活的追求 恶语商人六月寒 建立彼此尊重 相互平等的夫妻关系 需要的前提是 理解 信任和包容 那边 如果是有趣的 遵留的话 并不是有趣的 我们是大事的 移民 以辑 雨 露 海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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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